王宏威点头参加补选后 蓝营网路战将纷纷动起来 徐晓星脸书直接发文力挺 王宏威还到下方留言感谢 说需要空战天后的帮忙 徐晓星则感人回应 自己以前也有不对的地方 这几年很想说抱歉 直接隔空上演和解戏吗 我个人是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不管是空战或陆战的部分呢 我都会全力支持 希望他能够顺利的来当选 而且很多其他党内的同志 也是这么想的 蓝营战将全党挺艺人 纷纷从网路送上温暖 不只徐晓星同选区的新人 詹维源也发文呼吁大家支持王宏威 而另一位议员游淑慧也po文说 陈大使不拘小节 这场选战我们都是助选员 展现大团结气势 但民进党中央不遑多让 就在粉砖痛皮 原本说不选的王宏威 打脸自己 蓝绿的网路空战直接开打 据我所知昨天的时候 我发文都是没有串联的 我觉得他们在空战的战场上 他们擅长的议题不同 那我会认为说 这一次的决胜点很重要的是 可能是王宏威跟吴云龙 他们会不会有彼此在议题上辩论 或交锋的机会 如果论声量的话 宏威姐是不会输吴云龙的 而且吴云龙没有什么作为 他的这个网路声量 大概就是颜值高吧 如何用空战的方式激起自己 基本盘出来投票 组织很重要 然后气势也很重要 王宏威补选起手势 先从空战开始 但他的对手吴云龙 也不是省油的灯 同样有大批农副农夫 粉丝力挺 空战实力不容小觑 希望的是 王宏威跟吴云龙 可以有一场辩论 因为你时间太短了 你跑机车也来不及 你在那边提什么了不起的政策 都是临时报佛奖 但是来一场辩论 比较直求对决 看双方的料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料 是草包还是肚子有料 辩论就知道了 九合一大选 蓝营空战打出漂亮成绩 立委补选迫在眉睫 能不能顺利复制 胜利方程式 空战的胜败将是重要关键 华语新闻 庄品达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